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曼联新闻一分钟 这次节目就讲一个题目 我想大家都很有兴趣的 就是这个叫山齐市 国米如无意外 很多的传闻就说他真的很想山齐市留下 曼联就一般以之前来说站得比较硬 现在听闻态度有点软化 所以各位万迷未必全部 但有部份万迷可能想见到山齐市去国米的朋友 可能机会大一点 老实说 山齐市在国米的表现真的不失礼 29场入了4球10个助攻 而且干地很多时候都很喜欢推出 亦很想明年可以找到他帮忙 说真的 这件事 昨天开始已经有些初步消息出来了 昨晚更多比较实在的消息 暂时就有两个说法 未知哪个说法是比较接近这个事实 不过我想都不会太久了 老实说 这样是最好的 先借后买 国米都肯定了 山齐市在他们的球会有用才买 所以一定是城市的机会比较大一点 我自己觉得 什么两个说法呢 第一个说法呢 就是意大利报章 Gazette dello Sport 他就说 曼联仍然希望可以拿到一些转会费 Gazette dello Sport 原本曼联希望有1800万英镑的转会费 但是现在就降低了 就有1340万磅都接受了 但是仍然有些东西就卡住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山齐市的人工实在太高 我想国米未必给到那么高人工山齐市 所以可能曼联需要补贴 国米的CEO Glipsby Morata 就说 如果真的谈不上的话 不如我们再借吧 所以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转会费收呢 大家都不知道 另外一个说法 我自己觉得 就好像说得比较 比较真实 这个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Ferricio Romano 这位转会的专家或者转会的记者 我们经常有说他的报导 他在Twitter上出了个帖 他就说 国米和曼联应该谈好了 详细是什么呢 他就说 就不用转会费 就是国米不会给转会费 free过去 但是呢 亦都会给了山齐市的人工 但是不是一次过费 因为他和曼联大约还有两年的合约 他就说 人工是收少些 但是就给了三年约他 就是说 总共都是收回那么多钱的山齐市 不过在曼联 他坐多两年就代替了 去国米呢 他就有得踢 但是三年才代替同样的钱 老实说 如果两个说法 第一 Romeno 即Ferbicio 好像说得通 因为山齐市 老实说 南美球员都是为了钱的 一定程度上 或者所有球员都是为了钱的 不要说了 所以对于他来说 他没什么吃虧 不过 贪长了三年来收 老实说 之后还有没有约 也没人知道 至少收回那么多钱 但是有球赢 因为山齐市很喜欢赢球 对不对 但是之前的Lero Sport 那个真的 其实是未能够办 如果真的跟他说 因为除了他说 都是一 mans 但还要赢 山齐市的工赢 所以如果那个是现实 的话也未能够办 如果Ferbicio说的是真的 可能真的会弄得到 那我们迫 那我们谈点 因为今年大家都知道 很短的休息时间 很快又再开锣 所以我們都很快就知道 另外還有一個消息 昨天看過另一個消息 那件事沒有記錄 忘記了誰的媒體說 說星期三有機會宣布 星期三國米有一場歐百杯 說踢完歐百杯就很大機會宣布 這個我不知道 這是我昨晚看到的 我沒有記錄下 忘記了哪張報紙 不好意思 無論如何 看個小 國米要生齊事 這件事 都是相當大的機會 大家不知同不同意 另外 有幾位在漫威 都不約而同地 跟大巴說 喂大巴 怎樣了 生齊事的工資這麼糟糕 這次如果真的拒了國米 萬聯就賣掉了 不需要再給他工資 那塊錢不小 是不是可以省回來 買人 買多個人 老實說 兩位幾位朋友 其實兩位主要 我覺得 如果我的認知沒錯的話 其實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如果我一直看 萬聯的情況 就是說 它用來做轉匯 就是一個預算 那部分是轉匯的 人工那部分 是另外一個預算 在預算裡分開兩份 轉匯 費和人工 所以一般來說 這麼大的機構 就不會把兩個預算混亂 來用 所以 我只能夠和大家說 以我的認知 就算 生齊事 我們不用再給他工資了 接下來兩年 那些錢 基本上都是留回來 給我們其他球員 即是說 對於我們轉匯都有幫助 即是我們可以給更高的人工 給我們的球員 但問題是 其實我們人工已經相當高 但是那筆錢 就不會移到轉匯的 根據我的理解 如果有其他朋友 有其他理解的話 都可以留言說一下 不過這個就是我對 一般機構的預算 理解而說出來的 我不肯定100%對 當然 但據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大家都可以留言 無論怎樣都好 如果生齊事 真的可以去到國米 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真的 好像我剛才所說 他很喜歡踢球 而他又可以賺到同樣的錢 而萬聯 又可以 比較上 人工的支出 又少了 所以 嚴格來說 都算是三贏局面 但是 說到最後 山齊事 來到萬聯 我們對他的期待 以及實際上的表現 落差 真的挺大的 這件事都是沒辦法 唯有 由他過去 各位向前看 拜拜 想像是 人工的 就是 你 要是 這是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